周只是隔壁物理学院的学霸 不仅长的好看 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好 我追了他三年 表白了1086次 他也拒绝了我1086次 在我1087次表白失败后 我喝醉了 把他堵在了会所门口 我挡着门 狠狠地威胁他 如果不答应我 我就向主管投诉他 他脸都憋红了 都不肯松口 我难过的红着眼看着他 心如雷骨 不知道是因为酒精 还是因为手段不光彩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抬起手 可能想把我推开 然后再次拒绝 和他一起兼职的室友打断了他 在里面大声地喊他 怎么还不进去 等下迟到了 要扣工钱了 那时我灵机一动 周指 我每个月给你5W 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这次 他同意了 那双柔弱无骨 小巧滑腻的手推开我 他说他可以进去了吗 我说 要我帮换衣服吗 他那表情实在绷不住了 铁青个脸 叫我滚 不然他就反悔了 他对所有人脾气都很好 除了我 我兄弟一直劝我说 这样拿着我钱 却连取悦我都不会的女人 要来有什么用 我每次下定决心 想要很高冷很拽地回去跟他说 老子不要你了 可是每次回家看见他 洗完澡 穿着黑色睡裙时 我什么狗屁都不记得了 脑袋里只有他那若隐若现的身材 我承认 我是色P 我兴奋地猛地扑过去 幸福地蹭蹭蹭 然后他把我推开了 他说他有事 然后回书房里面去了 我有些沮丧地蹲在原地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我样貌顶多算得上身耐看 和他的前任白月光比起来 可能给他擦鞋都不配 要说不是因为钱 哪轮得到我这个土狗呢 我以为我能跟小说里的肖志远一样 天天缠着他 总有一天他也会喜欢上我 简直是放屁 三年了 我保养他三年了 他不给亲 不给抱 也不给摸 每次我脑了 强行想要抱抱他 或者亲亲他 他总是黑着个脸 说我脑袋里能不能装点其他健康的东西 他除了不喜欢亲近我 其他有些时候 还是很好的 我经常上课不吃早餐 后来有一次胃病发作了 他连忙 从外地赶了回来 照顾了我一天一夜 虽然嘴里还是没什么好话 一直念叨着我活该 自作自受 但我知道他还是关心我的 我要是挑三拣四的 他恼了 以后不做了 这点好也没了 有时候我其实在想 他其实也有一点点喜欢我吧 不然 他怎么会这么关心我的学业呢 他拿着我的四级成绩单 看着那只有一百分的成绩 忍无可忍了 他每天回来 抓着我给我疯狂补习英语一年 看着我再次考回来的成绩 他再次沉默了 第一次从他眼里 看见怀疑自己 怀疑人生的情绪 要知道 他周指除了被他白月光男友甩了以外 就没有什么是他做不成的事 现在他周指做不成的事 可以再加上一件了 他怎么辅导 也不能让我四级过线 他拿起抽屉里不经常抽的烟 转身去阳台了 我有点沮丧 我知道我有点笨 就连我能上这个顶尖的大学 还是因为艺术较招 我看着眼前在阳台冷着脸抽烟的人 凑过去抢走了烟 宝贝 女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 然后像着求主人安慰的狗狗一样 抱着他撒娇道 宝宝 我想轻轻 他黑着脸叫我滚 他不跟四级 只能考222的智障谈恋爱 我没想到 他就真的跟我分手了 还搬出了我俩的爱潮 我在我兄弟怀里 哭得天昏地暗的 兄弟一直在骂周指 问我 为什么喜欢上这么个 天天嘴上带个滚的穷丫头 明明是我包养他 还要被他伤心 我打电话给他 带着哭腔的 对他放狠话道 周指 我在找你 和好我就是狗 他 我跟你说 我要踹了你 去包养其他漂亮妹子 我要包养八个 不 十个 周指态度特别冷淡 毫不在意 去吧 小狗记得四级没过钱 不要来找我 说完他就挂电话了 看吧 我说我去找其他妹子 他都不带一点生气的 他根本就是一点都不喜欢我 这次我忍了一个星期 没去找他 每次都是 我主动哄他 这次绝不低头 就在我想 他在宿舍掌蘑菇的第七天 我好兄弟兼室友 把我拽了出去 他说 要带我去见识 见识不同的世面 那个周指算个屁 在酒吧卡座里 我的好兄弟 极力推荐着 他新发现的温柔小姐姐 我看了看漂亮学妹 柳梅兴演的清纯模样 对我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一口一个哥哥的喊着 可是我更想他了 更想周指了 周指虽然平时对我恶语相像 但是在生活起居上 对我也是非常照顾的 他会半夜起来丢我盖被子 会在我受伤的时候 给我处理伤口 会凶巴巴的说 本来就长得丑了 还吃这些垃圾食品 更丑了 但他没收了我的垃圾食品后 每天从实验室回家路上 都会给我买水果 漂亮学妹凑了过来 拿着叉子 就要喂水果给我吃 我侧身往后躲了下 我好歹也是 有家世的人了 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 漂亮学妹委屈巴巴的看着我 哥哥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你哪里是做得不好啊 简直太好了 让我有种惶恐 你要是再对我好点 我怕我忍不住都要出轨了 我连忙站起身来说 我要去厕所 在进去厕所的时候 脑袋有些昏昏沉沉 一个不小心 就直接撞在门框上 我吃痛地捂住我的俊脸 本来就长得不够好看 这撞扁了 可怎么办啊 结果一抹一手的血 我瞬间泪崩 我是要死了吗 我连忙打电话给周指 他不接 我捂着鼻子 继续发视频给他打 他挂断 这下 我哭得更凶了 不行 我今天还就要把这电话 给我打通了 等我发过去几十个电话后 他终于接电话了 我一看 电话打通了 嚎得更加厉害了 周指 我要死了 我撞到脑袋了 流了好多好多血 你的金主爸爸要没了 周指在电话那头明显愣住了 他也是 第一次遇到哭得这么伤心的我 你在哪 我连忙爆出地址 周指 我爱你 我死了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我淒淒惨惨地哭泣着问着对面 周指平时冷冷的声音 这时候居然有点温柔 别瞎想 快点出来 我在厕所门口 我冲出去 搂住我心心念念的人 哭得更加难过了 周指 我都要死了 你都不说一句喜欢我 他把我从怀里小心地扯出来 与其很是温柔地哄着我 别闹 我看看哪受伤了 我从他怀里出来 他端向着我的脸看了一会 咬牙切齿地问道 这就是你要死了 他拿着纸巾擦掉我的鼻血 把纸巾塞在我的手里 我拍了拍有点浑浑沉沉的脑袋 鼻血 周指靠近我闻了闻我身上的酒味 有些嫌弃地皱眉后退了一步 你这是喝了多少 本来就笨 再喝直接傻掉算了 我也才喝了几杯 以我的酒量来说 不可能会醉啊 可是为什么脑袋有点浑浑沉沉的 周指牵着我的手腕往外走 下次不准乱喝酒 吓人听见了没有 我拿着他的纸巾擦鼻血 点头听讯 他把我送回了家 给我煮好了醒酒烫 为我喝完 收拾收拾 就准备走了 我拉住他的袖子 周指 我会好好考四季的 会过的 你别生气了 别走了 他的视线盯在我拉他的袖子的手上 半晌才说道 我还有些事 我连忙松开他的衣袖 周指很努力 基本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面 听说他已经在参与什么国家 级别项目的研发 那个团队的核心人员 只有他一个是学生 剩下的 都是教授级别的 或者科研所里的大佬 周指是被特别邀请进去的 因为他的什么技术特别牛 听他们院的老师说 周指将来 高低都是个博士以上牛人 反观我平平无奇 成绩不好 长得一般 就只有点小钱 我突然发现自己特别一无是处 我垂着脑袋抱着被子 有些沮丧地跟他道歉道 周指 对不起 耽误你事了 我下次不会了 他准备离开的脚步一顿 突然走回来摸了摸我的脑袋 用轻柔的声音跟我说道 别瞎想 早点睡 周指走后我躺在床上思考着人生 我上小学的时候 父母就出车祸死了 姑母一家拿着我家大部分的财产 把我抚养长大 最后给了我一小笔钱 把我踢出了家门 我没什么野心 爸爸的公司在我手上也守不住 不如让给姑母他们 至少爸爸辛苦一辈子的心血 不至于毁掉 我妈 拿着那些小钱 吃吃利息 得过且过的活着 但是 看着越来越优秀的周指 我想我不应该这样 我也不想被他抛下 我也想变成跟他一样优秀的人 我思来想去 我觉得我能干的 也只有画画了 我拿起笔 画着我和周指的小日常 没想到火了 火的不是我的画迹 而是我切而不舍的舔狗精神 泪崩 我拿着第一笔稿费 想了想我 好久没见周指了 我开心地跟周指说 我靠自己赚到了一笔钱 我要请他吃饭 他好像很忙 和电话那头说着什么 我听不懂的东西 半天才回过神来 才疲倦问我 刚才说了什么 我说没什么 我会努力过四季的 等我过了四季 你能不能搬回来 他没明确回我 但是他跟我说 加油 等我好消息 电话那头 好像有个男生在催他什么数据 他说了句 要忙就挂了 我看着挂断的电话 拍了拍脸蛋 打起精神 没关系 反正他又不是第一次不给我回应了 紧接着 一滴血 也跟着砸在了手上 我赶紧拿指堵住鼻子 果然没有很倒霉 只有更倒霉 没什么好难过的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 我继续跟着我的小漫画 但是漫画里的我和他 不再是现实的我和他了 而是变成了想象 追更的网友 都说我舔狗翻身了 其实并没有 我感觉我跟他越来越远了 我翻着我 跟他只有聊聊几句的聊天记录 我看到上次转账记录 还是在上上个月 原来是我没给他打钱啊 我连忙打了三个月的钱给他 他果然看见聊天记录回我了 周指 他把钱退还给我了 还跟我说别再给他转钱了 他不需要 我看着微信界面的那个 我不需要 我那颗本来自己 骗自己安慰好了的心裂开了 他是不需要钱了 还是不需要我了 昨晚他退还我钱的事 我胡思乱想了一个晚上 但是手机上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我日日夜夜被单词 通宵熬夜复习的四季过了 我成绩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刚刚卡线 我开心地去他实验室楼下 蹲着看看 能不能见到他 我要亲口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然后再阴阴阴地撒娇 说我最近都报受几十斤了 就在我快把实验室门口的草坪 嚎吐的时候 我听到两个熟悉的谈论声 哎 你听说了吗 乔脸回来了 乔脸 他不是去国外那个超牛逼的实验室了吗 怎么回来了 你傻呀 还不是因为那个 周女神啊 他不是把周女神甩了吗 他们这是分开一段时间 变成更好的自己 在巅峰相见 你没发现 周女神自从和乔脸分手消沉了一年后 突然更拼了吗 那基本跟住在实验室一样 跟疯了一样做实验 就上个月啊 实验不是成功了吗 在那酒吧进驻 周女神本来有事走了 还特意回来接乔脸回去 卧槽 这么好课 难怪呢 一向不爱出差 参加那些个什么会的周女神 居然这次去了 原来 是因为乔脸啊 他们还发朋友圈了 我跟在他们背后突然出声 什么朋友圈 他们明显被我吓了一跳 两个人尴尬地对视一眼 肖志远啊 你怎么在这啊 他俩看着快哭出来的我 肖志远 你还喜欢周神呢 他俩在旁边极力地安慰着我 我看着手中他们的手机里 朋友圈周指和乔脸的合照 他从来不跟我合照 朋友圈也从来不发我 酒吧那次 他来得那么及时 也不是因为害怕我出事 回家要离开 也不是为了公事 真傻 就只有我一个人 傻傻地认为 他是真的嫌我蠢 考不过四级生气了 哪里是因为什么四级呢 是因为他的白月光桥脸回来了 我原来从来没有在他的世界里 占有过一次地方 原来喜欢一个人 是真的会藏不住的啊 我的心 好像是被挣扎一样的疼 可能是蹲久了 连头都有点晕 鼻血又混着眼泪流了出来 他们俩似乎被吓着了 一直拿纸巾给我擦着 我努力仰起头 让眼泪倒回去 让自己更体面 更有骨气地离开 但是眼泪越来越多 我掏出手机 把周指给拉黑了 然后把相册里我偷拍的 每一张照片都删了 还有那些我视为珍宝的 我偷拍的两个人的合照 现在看来 真的是越来越像的笑话 我可能是全世界最惨的金主了 我没有回我和周指 一起住的小公寓 而是回到了以前老房子里 我把自己关在以前的房间 睡了三天三夜 我才昏昏沉沉地醒了 我看着床边和爸爸妈妈的合照 我静静地看着照片里面 他们宠溺地笑 我也跟着猎气嘴笑了下 你们放心 不就是个失恋吗 你们儿子很强大的 能扛过来的 我起身看着床上的床单上 混着一片很大的血迹 难道是那次 我真的把鼻子撞坏了 好像自从那次以后 这鼻子就经常流鼻血 还有头晕 我还以为是被单词压力大的 头晕想吐呢 我要找个时间去看看 我把手机充上电 想点个外卖 感觉自己要被饿死了 手机刚开机 快要被消息弹炸了 全是兄弟的 辅导员的 没有他的 手机通话记录里没有 微信聊天页面没有 短信也没有 我到底还在期待什么 我接着往下滑 我意外地滑到了姑妈的号码 姑妈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 我给兄弟打了个电话 喊他别担心 说我自己出去玩 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 然后又跟辅导员打电话 道歉 在辅导员的三个小时教育下 我终于挂断了电话 这时 姑妈又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志远啊 有没有空回家吃个饭 我听着姑妈小心翼翼语气 一口答应道 姑妈我现在过去吧 姑妈高兴地说 好好好 我看着这熟悉的别墅 姑妈虽然把爸爸的公司 占为己有 但是从来没有把公司名字改过 还是那个以妈妈名字命名的公司 姑妈从小到大 对我算不上坏 物质上和精神上 都没亏待过我 所以我也从来不恨他们 他们只是 没把我当成家人而已 我在这一直像个客人一样 姑妈把我热情地迎接进去 她小心翼翼地问着我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笑着说 我很好 志远啊 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 那个周指在谈恋爱啊 姑妈有些局促地问着我 我垂下毛子 收敛住自己难过的情绪 笑着说 没有 姑妈只是我喜欢她而已 她不愿意把我说出去 大概也是 不想被人知道 她被人包养的这层关系吧 姑妈怎么问起她了 姑妈松了口气 这不是前几天政府那边 有个项目在招商 这项目纯科研性质 短期之内很难回本 姑妈本来看在你的面上 也是会投的 哪怕是不赚钱 可是 我微笑地看着姑妈 姑妈公事公办 不必为了我改变决策 姑妈拍了拍我的手 姑妈从小就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姑妈没白 把你带这么大 只是最近公司出了点事 资金链断了 我有些愣住 姑妈能力很强 一般小事她也不会如此 我握住她的手 姑妈 你之前给我的那笔钱 我这还留着许多 我这就取出来点你 姑妈拉住我 抹着眼泪说 志远啊 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看着姑妈 那姑妈你说 需要我做些什么 志远 张先生说 只要你愿意娶她女儿 她就愿意帮公司渡过难关 我握住姑妈的手缩了回来 这是要卖了我 姑妈看出 我抵触的情绪 连忙拿出一张照片 志远 姑妈没有想卖掉你 只是这女孩 条件确实不错 而且你也认识 我认识 我看向照片里 这不是那个漂亮学妹吗 餐厅里 我看着对面的漂亮学妹 为什么是我 我切着牛排 问着眼前的人 张若雪把我手中的刀叉接过来 把手中切好的那份递给了我 然后悠哉悠哉地说着 哥哥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无语地说着 那你干嘛 拿公司的事 威胁我姑妈呢 我就不信 这是个巧合 张若雪那张皮帅皮帅的脸上 笑意更浓了 哥哥 你可一点都不蠢啊 我喜欢哥哥 看不得周指那个女人 这么糟蹋哥哥了 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皮笑若不笑 喜欢我 先搞垮我家公司 再得到我 你是爸总强制爱小说 看多了吗 周指没有糟蹋我 他对我挺好的 挺照顾 张若雪美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你说的喜欢 是你漫画里画的 每天早上给你做西红柿 加鸡蛋吐司 哥哥 不是都不喜欢吗 还是说 他每次生日给你买的白衬衫 我不想理他 我拿起包准备走的时候 我看见了门口 走进来两道熟悉的身影 我看着张若雪问你故意的 但我还是坐下了 跟个受虐的变态一样 看着周指 怎么无微不至地给他挪凳子 给那个男人倒水 跟他聊天 我从来没发现过 他原来那么多话 原来只是人不对啊 就在我忍着眼泪告诉自己 没关系的时候 我听着隔壁桌周指的声音说着 你好 这个西红柿和蛋放多点 紧接着是瞧脸惊讶又感动的声音 阿指 原来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这些啊 我那一刻 像是被凝固住了 我的手指不住地颤着 我死死地掐着手心 告诉自己没关系 但是真的忍不了 我冲了过去 一拳砸在桌面上 真他妈疼啊 但老子不能丢人 张若雪拽住我 我待在原地死死地盯着他 周指 跟我说明白 那么难吗 拿他喜欢的东西给我 你恶不恶心 周指震惊地看着我 似乎想说什么 旁边桥脸的脸色很白 他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就安慰对面的桥脸 让他别紧张 声音有多温柔 我就觉得有多缝纷 只骗人做的 这就被吓到不行了 真不是个男人 我看清了桥脸身上的白衬衫了 和我衣柜里那一件他送我的一样 周指 和我在一起 真是委屈你了 我红着眼跑出去 拿着电话 打给兄弟骂骂咧咧 臭傻逼 快来接老子 老子在皇城餐厅这边 兄弟回敬 你才臭傻逼 那女人又给你气瘦了 干嘛往我身上发神经 话是这么说 他还是表示 马上就到 果然 合格的兄弟 就该在哥们失恋的时候 随叫随到 张若雪跟了上来 想要说什么 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 叫他走 兄弟刚把我接上车 我眼前一黑 鼻子里又开始流着鼻血 啊 志远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 然后我就昏了过去 我再次醒来是医院 兄弟红眼看着我 臭小子 可算醒了 想吃什么 我苍白着脸看着他 想活跃一下气氛 哈哈 吓着你了吧 我摸了摸我的鼻子 没扁 还好 应该不是鼻子出了事 我把兄弟支走 自己一个人跑到医生那里问着 嗯 就是那么狗血 白血病晚期 我坐在医院的床上 看着窗外的蓝天 老天爷 你是真的很啊 让我得绝症就好了 还好在 我被喜欢的人甩了 被姑妈想卖了我的时候出现 我突然想起了爸爸妈妈 我拿过旁边的手机 看着他们的照片 你们是不是想我了 所以 着急着召唤我下去 你们也别太想了 我快了 老爸 公司是你一辈子的心血 我不会让他没了 不就是 找个老婆吗 我也不亏 张若雪长得还不错 我也是个快死的人了 娶了他就回公司不亏 反正也是我惹出来的 就怕耽误人家姑娘 兄弟回来了 看着默默掉眼泪的我 你知道了 我笑了笑安慰 哥们只是提前跑路 你难过什么 多好啊 哥们下去以后 给你托梦死了傻感觉 到时候 你小子别忘了丢我烧纸 兄弟哭成了一个傻逼 还笑话我是个爱哭鬼 他自己不也这怂样 我让他给我保密 我不想被人用可怜的眼神看着 我除了偶尔溜出医院 去和张若雪虚情假意下 剩下的时间就在医院 调戏调戏漂亮的女护士 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 那天兄弟来找我跟我说 志远 他在找你 我心好像又开始顿顿地痛 我拍了拍没有头发的脑袋 别说他 头疼 短我阳瘦 兄弟叹了口气 摸了摸我光秃秃的脑袋 给我戴上他给我买的绿针织帽 我大怒 连你也要给我戴绿帽 这句话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兄弟顿时脸色铁青 你他妈会不会说话 顿了顿 与其缓了下来 他想见你 他说 你至少也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不能就这么 判他死刑了 他天天在宿舍楼下蹲着堵我 想要找你 或许他也没你想的那样不喜欢你 你那么喜欢他 他能陪陪你 你肯定开心 我吸了吸鼻子 瞪大眼睛 不让泪水流出来了 开心个屁 他就是一祖宗 我好不容易摆脱他 不用伺候他了 就别提他了 可我没想到 张若雪送我回家以后 他就在我家楼下等着我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 那张漂亮的脸蛋 长了厚重的一对黑眼圈 眼睛里都是血丝 他那双狭长的漂亮的毛子 红着眼睛看着我 你不想听我解释 是因为一情别恋了 我眼神四处打亮着 不敢看他 应付得恩了一声 他突然冲进我的怀里 把头埋在我肩膀前 哑着声音说着 志远 别闹了好吗 我已经搬回去了 我可以跟你解释 我一时间 竖然间感觉胸前处凉凉的 他哭了 周芷因为我哭了 我推开他 吸了口气 周芷 我没闹 我要结婚了 和张若雪 他漂亮的毛子里都是悲伤 他把我抵在旁边的树上 抬头稳住了我 这是三年离我 第一次跟他接吻 我错了 别跟他结婚好不好 西红柿和蛋 是因为我之前和他在一起 养成了习惯 而且特别快 很节约时间 衬衫不是因为他 因为我觉得 你穿白衬衫特别好看 我特别喜欢穿白衬衫的你 我跟他合照 其实那是张合照 他把其他人截掉了 那天晚上 我就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乔连有心脏病 我怕他出事 对不起 志远 这是我第一次明白 什么叫造化弄人这个词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努力扬起笑脸 周芷 我原谅你了 但是我喜欢上张若雪了 乔连很好 长得比我好看 和你有聊不完的话题 家世也好 学习也很厉害 他跟你很配 周芷的手摸上了我的脸 志远 乔连再好 也不抵我心中的你 他抓住我的手 往他胸上放 哀求地看着我 我以后都给你亲给你抱 你别离开好不好 我甩开他的手说 不好 张若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他拉开周芷 把他甩了出去 周芷没有还手 只是死死地盯着我 想要我心疼心疼他 但我还是牵着张若雪离开了 坐在车上 我问张若雪 为什么要回来 他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生气地问着我 那你呢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你要死了 还是打算在我们结婚的那天 直接一闭眼 死在我面前 我甘大地笑着 我这不是怕你知道 我快死了 不给钱吗 张若雪更生气了 肖志远 我喜欢你不是开玩笑 我找了你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让你跟我结婚了 你跟我说你要死了 等等 找我这么多年 你谁啊 张若雪跟我说 他是我初中那时候 保护的那个小瘸腿 他因为腿不好 老是被人欺负 我有时候看不过眼 就帮了几次 没想到 现在长得这么好 你怎么知道的 他把药丢在我身上 你的要吊车上了 我查了下 然后逼问了下孙泽 孙泽就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叹气 那你要跟我取消婚约吗 他恶狠狠地看着我 不可能 明天你跟我去国外看看 我点点头 你不要跟周指 讲我病了 他更气了 但还是 在我哀求的眼神下妥协了 我跟张若雪检票的时候 周指出现了 他掏出一枚戒指 递在我面前 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 跟他重新来过 这次换他来追我 我眷恋又贪婪地 看着那没我想了三年的戒指 我给周指买过的 他说 我们只是包养关系 如今他出现在我面前 我却不敢伸手 我看着戒指有些失神 不知道周指以后 会不会也跟现在一样 把戒指递给哪个男生 也会推着那个男人 把他按在树上强吻着 他把戒指放进我的手里 他红着眼睛跟我道歉 说他以前太自以为是了 这次他会好好地追我 这次选择全在我手里 只要我想 他随时能和我一起去结婚 他还调查了公司的事 他说 如果我是为了公司的事 他有办法 他有钱 他手上的个人研究项目 卖了的钱 能补上公司的资金链 他越是这样 我越是放不下他 我更希望 回到当初我误会的那样 他一点都不喜欢我 我把戒指还给了他 周指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遇到了更好的 我很幸福 周指看着我 那是从所未有的坚定 等我 致远 我会把你找回来的 张若雪带我去看了好多好多医生 但我的情况还是恶化了 我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的样子 朝张若雪傻笑着 我这样子 你还喜欢我 张若雪哽咽着拿着帽子 戴在我脑袋上 挺好看 确实好看 只要不是绿帽 都好看 他蹲在轮椅前问我 你想见周指吗 他还在找你 他从学校的实验室脱离出来了 自己开了一家研究所 研究一些商用的东西卖着 他在努力赚钱 改变自己走向你 他这个人 之前最讨厌研究那些了 虽然我很讨厌他 但是致远 我希望你能开心 张若雪吻了吻我的手背 我有些抱歉地看着张若雪 我不喜欢他 我回应不了任何他深情 我扯了扯他那张清纯的脸 张若雪 你还要跟我结婚吗 我想穿个漂亮的裙子 张若雪偷偷背过身去 擦了擦眼泪 婚礼那天 张若雪穿着洁白如玉的婚纱 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张若雪 这是我走之前 唯一能给他的了 新郎 你愿意娶这位美丽的小姐为妻吗 我刚想说我愿意的时候 我看见了站在角落里的周指 她好像变得更加成熟了 好像还瘦了点 她红着眼眶 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那毛子里的悲伤 像是要把我淹没了 张若雪握住我的手问 想去吗 下去找她 我没关系的 致远 我把眼神从她身上收回来 看着张若雪 笑着看着牧师 轻轻地说 我愿意 婚礼结束后 周指还是来找我了 她递给我一份股份转让合同 跟我说 这是新婚贺礼 她说 她会把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 会超过张家 她说她会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她走的时候回头问我 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抱抱她 我没忍住 扑过去抱住了她 她温柔又眷恋地拍了拍我的背 跟我说叫我别挑食了以后 我没管着你 你要多吃点 多瘦了 在她松开我 转身离去的时候 我喊住了她 她充满息机的回头 我逆着光 调整出我自认为最帅气的笑 跟她说 周指 你要幸福哦 我死后 我的灵魂 一直在我的尸体旁待着 张若雪哭得跟着小孩一样 丑不拉击的 还有兄弟 挨我的好大 也哭得眼睛 都肿得跟个核桃一样 就在我要入土的前一天 她来了 她跟疯了一样 问着张若雪 我好好的 为什么会死 我觉得 要是张若雪回答的 跟她有一点关系 她就能当场把张若雪打死 我瞒她瞒到死的秘密 还是暴露了 她回想起来了 我和她酒吧厕所的那天晚上 她懊恼地哭着反复地 跟着我尸体说 对不起 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我不希望她活在我走后的自责中 兄弟和张若雪都退了出去 把空间都留给了周指 周指抱着我的遗像 靠在我的棺材旁边 我也飘了过去 靠在周指旁边 把头搭在她的肩上 我没发现 原来她也是个这么苦包的人 第二天一早 她吻了吻我的遗像人就消失了 等到我下目的那一刻 她出现了 她提着一袋东西 身上都是泥水 灰尘 她好像丝毫不在意 她把袋子里的东西 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我最喜欢的吃的 我最喜欢的牌子的衣服 还有一封表白信 她摸着我的墓碑 擦掉眼泪 用最温柔的声音跟我说道 志远 我爱你 当我男朋友好不好 她看了我的漫画 漫画里我画的生日愿望 是她能给我 写个表白信 能跟我主动表白 让我做她男朋友 我的身形越来越虚 我最后用尽全力 控制住自己的身形 不散走到她面前 抱住她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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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